在学习完小黑和小白工具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钢笔工具的平滑锚点和转折锚点之间 它们之间是如何进行一个这种切换的 那好那我现在呢先把这个路径线进行删除 怎样去删除呢 只要选择这些锚点啊 选中之后就可以删除 我现在是小黑工具啊 小黑工具 那你就直接啊点击这个整体啊 按住滴滴键就可以进行删除 好使用钢笔工具 我们先画出一个带有角度的这个东西啊 叫转折锚点对不对 好那转折锚点如何变成平滑锚点 看好了啊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手啊要按住out键啊 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之后呢放上去 点击拖转 就可以将它呢变成平滑锚点 那平滑锚点又如何变成转折锚点 在当前情况下呢 按住out键 再次点击啊 这只要点一次就行 点击一次 它们两个之间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互相的转换的啊 按住out键 点击拖转 是平滑 按住out键 直接点击 是转折锚点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当我们变成平滑锚点之后 这就会产生了一个叫控制手柄 是不是 好那此时此刻啊 我们按住control键会变成小白工具 你可以去移动它 那这样我们上面两个路径线就会被移动啊 那有没有办法 我我只移动一边的控制手柄 就只移动右边 左边不动 是可以的 怎么去操作呢 也是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 点击右侧的这个控制手柄 那你会发现啊 它就只会去移动右侧的控制手柄 而左侧呢 不会去产生什么变化 所以说这个操作 我们在进行抠图的时候呢 会经常会遇到啊 因为有的地方是直角的 有的地方是一个尖角 有的地方是个圆角 我们要不断的对它的锚点的种类 进行一个切换 灵活的去进行使用 就可以提高我们在抠图的这个操作效率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叫锚点转换啊 平滑锚点怎么变成转折锚点 在锚点上按住out键 单击就可以 就像这种情况 平滑变转折 按住out键 单击就行 那么转折锚点 又如何变成平滑锚点 像第二张图这种情况啊 我们需要按住out键 点击这个点 去给它进行拖拽 就可以将它变成一个平滑锚点 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进行转折锚点 进行转折锚点 进行转折锚点 进行转折锚点